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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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人哪 就是太正直 动不动就用向上人头来保证 你以为头堕了 从这里按一按 又可以咚 跑一个出来啊 师父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我们得快点想想看 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娘娘 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娘娘 阿修啊 你别急啊 你忘了你师兄 是神机妙算的 他随便掐指一算就知道了 对啊 我刚刚太心急了 所以没想到这一点 对了 师兄 你有没有办法算出 娘娘现在可能会在哪里 阿修 阿修 把金钱挂拿出来 嗯 师兄 这个人的法术一定很厉害 你看啊 明明有一枚铜钳 在我们的面前掉到地上之后 居然自动消失了 怎么会这样 师兄 你还没有别的办法 就用这个办法试试 师兄 师兄 阿修啊 来来来 你师兄啊 现在利用入定 在赶印大教国在哪儿 你千万别吵烫 要不然呢 他会有鲜鸣危险 嗯 师兄 你 你有感应到什么吗 我感觉不出那是什么地方 我只知道那个地方 上不属天 下不着地 而且是个幻境 那个地方齐寒无比 你能在那个地方 要是不赶紧把他救出来 你还能性命堪忧啊 好 哎 大脚婆 你到底跑哪儿去了 哎 哎呀 启离皇上 刘国师求见 嗯 快起来进来 是 刘国师请 为臣叩敬皇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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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皇上 你不问啊 大脚婆有消息没有 启禀皇上 为臣还没有娘娘的下落 哎呀 没他的消息 那他到底跑哪儿去了 为臣为娘娘补个卦 可是 还是不知道娘娘在什么地方 只知道那个地方 上不属天 下不着地 而且 寒气逼人 上不属天 下不属地 那什么地方 为臣也不了解 只知道那个地方 是个齐寒无比的迷离幻境 一旦心里没有准备的人 进入其中 最后将被自己的幻觉 冰冻而死 照这么说 是有人故意 制造那样的幻境 让大脚婆闯进去 很有可能 哎 既然是幻境 那也有可能是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了 没错 这就是为臣 无法推算的原因 哎呀 我们大脚婆啊 是最怕冷的 他可能快被冻死了 皇上 这是为臣所担心的 哎呀 到底是谁想要害大脚婆 他为人这么好 这么善良 实在是没理由啊 皇上 替父无罪 怀必喜罪 嗯 什么意思啊 启离皇上 自从皇上 离太子诏书之后 朝廷上下各为其主 后宫之内更是危机四五 前不久 四皇子的施心风 和现今娘娘的失踪 都指向了同一件事 你的意思是说 有人故意 揭穿朱棣的身世 来大作文章 没错 四皇子掌握兵权 只要策反了四皇子 就等于控制了印天 也就是控制了皇室 可是朕 已经命锦衣卫接管了冷宫了 也命严始继常 严命的看守汉灵苑 难道朕 还有哪一点疏漏了吧 皇上 正因为皇上防范严命 所以阴谋者 只好不择手段 那就是说 是震害了大脚婆 皇上 阴谋者已经干冒不讳 发动攻击 今后将会有更多的人 受到伤害 娘娘只是她 第一个目标而已 请皇上不必自责 免得自乱阵脚 朕了解 说起来呀 人真是奇怪 平常在一起呢 还会常常吵个架 有的时候啊 还吵到真的希望她 能随时在眼前 就消失了 可是呢 一旦她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啊 这一颗心呢 我的天哪 就七上八下的 又就不得安你呢 越来越觉得 舍不得她了 很思念她 又不闷了 你说说看 朕这样是不是不太正常 皇上 其实这不是不正常 只是人跟人相处的时间一久 自然就会变成这样 你的意思是说 你也是这样啊 微臣 你这就说 你跟阿秀啦 微臣跟阿秀 和皇上娘娘的情形不太一样 毕竟我们不是夫妻 所以我们相处上比较客气 不像皇上体会得那么深刻 嗯 李伯温啊 朕不能没有大脚脯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朕的江山再大 也没什么意思 李伯温 你要赶快想办法 把大脚脯找回来 请皇上放心 微臣一定尽全力救出娘娘 好 嗯 师兄 你怎么去了那么久 皇上现在怎么样了 娘娘失踪之事 皇上非常地着急 真情流露 所以我就留在他身边 安慰他 皇上说了什么 皇上他说 娘娘平常在他身边的时候 他没感觉 现在娘娘失踪了 他才知道娘娘对他来说 有多么重要 所以我说 有时候 你们男人真是人在福中不知福 在一起的时候 不知道好好珍惜 非得要等到人不见了 才唉声叹气 阿秀 你不用一直提醒我 我知道你的用意 我也了解你的苦心 只是 只是什么 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 对你来说 会有这么难 阿秀 一点都不难 可是 可是什么 你是不是又想说 我们两个这辈子 有缘无分 你知道就好 师兄 我 阿秀 其实我也很想跟你在一起 跟你有个结果 可是既然已经知道天命了 为什么要逆天行事呢 我们保持现在这个样子 也不错啊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而且我也不怕 你不怕 我怕呀 命里无实 莫强求 我怕失去你 我真的怕失去你 师兄 阿秀 不要再说我们两个的事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快乐 来 喝完 茶来了 好好 师兄 我们为什么一直要往西走 慢用啊 来 来来来来 在他失踪以前 我补了一个卦 画像显示不立西方 所以娘娘会出事的地点 很有可能就在西方 我们就要往这个方向去找 你想 这会不会是胡卫庸做的 我之前也有这么想过 可是相国府不在西边 再说了 胡卫庸若真要对娘娘不立 还有很多时间跟机会可以下手 为什么要等到皇上立诏书之后 才开始行动呢 阿修 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我感觉背后有一个邪恶的力量 想要利用皇上身边的亲人 来毁灭大明朝 这么说也有道理 不要抓我 你抓住人了 不要抓我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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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抓我 站住 别抓我 我信我 别抓我 别抓我 快来 别抓我 别动 小龙子 抓住人了 别抓我 放手啊 你快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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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思念 千里万年被变过 你是我心里变为的伴 弄出亚路会讨行 爱举的村口云 谁敢不让走勇气 却出丹心心 站住 别抓我了 站住 别跑啊 别跑啊 别抓我 抓错了 过来 过来 你放手啊 不许动啊 过来 别抓我 过来 走 走 放手啊 走 走 你们是不是通天邪教的教徒 不是啊 不是 先把他们抓回去 是 走 放手 别抓我 我们不是啊 走 四皇子 博士 你也在这里 四皇子 请进一步说话 四皇子 是要抓通天教徒 嗯 把这些人抓起来 说不定可以知道我母后的下落 四皇子 请恕为臣直言 四皇子这么做 是病急乱者的意料 不知 你又为什么会这么说 歼灭通天邪教 本来就是本皇子的责任 而且又可以打听母后的下落 我这样做并没有错 四皇子 娘娘失踪和通天教未必有关 再说啊 这些人看起来 也不像是通天教徒的 四皇子无凭无拘地乱抓人 是会伤害到无辜的百姓 也会引起敏怨 可是至今母后下落不明 我实在是非常地着急 禁四皇子一定要冷静 操之过急 会适得其反 嗯 博士 你说得很有道理 我怎么会这么糊涂呢 多谢果世的提醒 来啊 把他们放开 是 四皇子 人家说 事不关己 关己则乱 我想 你一定是太过担心娘娘的安危 所以才会这么做 是啊 我太担心母后的事情 才会如此 四皇子 想要知道娘娘的下落 现在有个方向 可以追查 什么方向 林月瑶 林月瑶 这怎么可能 可不可能 一问便知 四皇子 你可以去问问看 好 我们去问问 我内疑 是 应该不是来找胡卫庸吧 是来找月瑶姑娘的 所以各位请自便 卫庸就不放陪了 相爷 真不愧是高人了 既然知道我们不是来找你 是来找月瑶姑娘的 刘先生奉圣命寻找皇后娘娘 所以皇后娘娘 师徒当日所见过的每一个人 你应该都不会放过她的 想必相爷都已安排妥当 我们现在可以进去了吗 请便 四王子 请 刘伯范 我反倒希望能将这件事情 查个水落石出 要是这样 我看谁还能隐瞒 朱棣和何贵妃的关系 四王子 国师 阿绣姑娘 请进 月瑶姑娘 我们突然来访 没有打扰到你吧 四王子 月瑶没什么事好被打扰的 不过不知道四王子和国师找月瑶什么事 月瑶姑娘 娘娘失踪的事 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 是 我已经知道了 月瑶姑娘 娘娘失踪那天 也就是你和四王子一起用餐之后 四王子突然间中了秦谷 导致失心疯了 娘娘为了救四王子 找我拿解药 后来娘娘去夏洛部 这其中有着很大的官吏 月瑶姑娘冰雪聪明 应该知道我的来意了 国师的意思 是怀疑四王子身重秦谷 与月瑶有关 请月瑶姑娘解释 为何你突然准备食物 是找四王子共同用餐的 名女 只不过是敬重四王子 所以做了一些菜 与四王子一同用餐 请问国师 这有什么不对 月瑶姑娘 秦谷入体 是有口入 你突然准备食物 找四皇子用餐 后来四皇子就种秦谷 这中间的巧合 让我不得不怀疑 国师 月瑶只是一个平民百姓 听不懂国师所说的玄奇艺术 请国师不要把什么秦谷 和皇后娘的失踪扯到我头上来 国母失踪 姿势体大 假如月瑶姑娘真的跟这件事无关 我自会还你个清白 国师 月瑶姑娘已经表明 她跟这件事情无关 你为什么还不放过她呢 四皇子 在还没有找到娘娘之前 我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尤其月瑶姑娘刚才所说的理由 让我不得不怀疑 她不过是个普通善良的女孩子 你有什么好怀疑的 四皇子 月瑶姑娘只用一个敬重 这么简单的理由来说明 她为何准备食物与你共餐 这一点我真的无法接受 国师一定要月瑶 说出我喜欢四皇子是吗 月瑶姑娘 好 我承认 我是因为喜欢四皇子才会这么做 一个女人 为她喜欢的男人煮一些食物 这有罪吗 为什么这么单纯的事 在你们的眼里就变值了 看来这个地方并不是九流之地 我还是回去乡下好 月瑶姑娘 在我查明真相之前 你不能离开 国师 我相信月瑶姑娘 她不可能做出不法之事 请你不要为难她 四皇子 我们只是秉公办案 月瑶姑娘的事就是我的事 请你尊重她 四皇子 好了 不要再说了 我现在代表月瑶姑娘 请你离开 四皇子 娘娘失踪的事 伯温一定会继续追查 而且我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月瑶姑娘 请你留个好印象给我 国师希望月瑶怎么做 伯温先告辞了 四皇子 请跟伯温为国师傅 月瑶姑娘 我先告辞 月瑶姑娘 我先告辞 四皇子 看来她是在怀疑我 温已被她查出真相 那 月瑶姑娘 请你留一个好印象给我 刘伯温是希望我向她坦白 我到底应该怎么做 我到底应该怎么做 刘伯温 你果然算到这里来了 娘娘 他们现在去查林月瑶 万一林月瑶说出秦谷的事 刘伯温势必就会循着线索 查到我们这儿来 你是不是该想个办法 你不用紧张 这件事情只有你我知道 只要我们都不说 刘伯温她这辈子 都别想找到马秀英 娘娘 奴婢实在不明白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马大脚关起来 我把马大脚关进广寒宫的目的 是要方便我行动 要不然 以后 她一定会成为我们母子相认最大的阻力 娘娘 你如果是为了和四皇子母子相认 这么做是应该的 因为娘娘你等这一天也等很久了 那么娘娘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呢 接下来 我打算要让蒂儿了解索灵囊其中的秘密 我要让她知道 有我何嫣宁这个人 在地牙牙心思念 千里万年没变过 你是我生命中为了伯 老公子也有回头细 爱业的村口去 世间无人口气 抵出丹心心 接下来 我打算要让蒂儿了解索灵囊其中的秘密 我要让她知道 有何嫣宁这个人 要是四皇子知道有何娘娘这个人 就会知道你是她的亲娘了 可是娘娘 这个索灵囊的秘密 你要如何让四皇子知道呢 一世不凡二主 我还是要利用胡威幽那只老狐狸 我要从她那里下手 求贵参见相爷 有什么事吗 回相爷 是娘娘有话要我转到相爷 贵妃娘娘还好意思叫你来找我啊 求尽马大脚这么大的事情 也不先跟我商量一下 相爷 娘娘说过了 求尽马大脚的事是越少人知道越好 免得消息走漏 大家都没命 意思是连我也要隐瞒 这是娘娘的意思 你先告诉我 马大脚求尽在什么地方 相爷 这我可不敢说 我只是个传话的人 你就别为难我好吗 等我来这个 这算什么合作 相爷 你现在在说什么 没什么 你不说就算了 晚上早晚我都会知道 相爷 娘娘还说 希望相爷让四皇子知道 锁琳囊里有个诗句藏在里面 这首诗可以让四皇子找到绅士的线索 知道了 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了 好 我去告诉铁娘子 我知道怎么做了 是 我明白了 要是对朱棣说出她的身世之谜 只是口头之言 她当然未必会信 如果能从锁琳囊中出现诗句 一定会引起终地的好奇 她为了找答案 一定会循着线索追查下去 好技子 好技术 好技术 你又有事情要做了 四皇子请坐 这是干什么 我要找琴谷 四皇子深重琴谷 这是娘娘来找我的原因 好 我让你找 四皇子 请请 四皇子 请请 好 不是 你在我的身上 有找到琴谷吗 没有 不过我觉得四皇子 精力非常充沛 自从我醒过来那天开始 我就觉得 我的精神特别地好 四皇子不觉得奇怪吗 是有点奇怪 但是对我来说 这也不是坏事啊 不是 既然你在我身上 找不到琴谷 这就表示 月瑶姑娘是无辜的 不是 请不要再为难她 到此 四皇子慢走 师兄 我觉得四皇子 跟林月瑶之间的关系很奇怪 我也是这么想 所以我才带你去见林月瑶 我只是要你观察她对四皇子的反应 你是一个女人 你对女人的心思 比我还要敏感 你有看出些什么 我觉得 林月瑶她不是真心喜欢四皇子 你怎么能确定呢 一个女人 在说出自己的心事 尤其是感情的事 应该有一点喜悦 又有点害羞 可是刚才看林月瑶 她都没有这样 我看她刚才的模样 不像是在表达自己的感情 反而像是在替自己辩解 你是不是也觉得林月瑶 好像在控制着四皇子的心智 这就是我感到奇怪的地方 林月瑶不是真心喜欢四皇子 四皇子那么聪明的人 她怎么可能感受不到 可是 我看四皇子好像很爱林月瑶 这是怎么回事 可是 我刚才在四皇子的身上 找不到中了秦谷的痕迹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既然林月瑶她不是真心喜欢四皇子 那她专程去四皇子府中 跟四皇子一起用餐 所以她的动机实在很可疑 这是一条线索 我刚才也用了一点心机 在林月瑶的身上 如果发挥作用 娘娘失踪之事 很快就可以水落石出了 不过我觉得这个林月瑶 她看起来是一个很单纯的姑娘 没想到她的心思竟然那么复杂 林月瑶的个性转变 一定是与林家写案有关系 如果娘娘失踪真的跟她有关 她是被逼的 还是出自她的本意呢 是 臣妾叩见皇上 隐身 谢皇上 蒋镖 末将在 搜 遵旨 搜 是 是 皇上 您在我这里要搜什么 皇后 皇后 冷宫里 只有失宠的嫔妃 哪来受宠的皇后 皇上 您是不是搜错地方了 最好是这样 之前锁铃囊出现 现在皇后要失踪 而且朕怀疑 你到底什么用心 皇后娘娘 她的确曾经来找过我 可是皇上 你应该知道 我跟娘娘过去的感情 就如同亲姐妹一样 这一切都是你破坏的 我知道是被我破坏的 我也知道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可是皇上 臣妾已经真心悔改了 而且也已经看透了一切 被皇上关在这冷宫里 是臣妾应得的报应 而且 皇后娘娘 她对我宽宏大量 都不计较我的过错 我尊重她 感谢她都来不及了 我哪可能做出对不起她的事呢 你现在说的话 是不是真心话 皇上 臣妾明白 皇上对燕宁的过错 一直无法释怀 但是 既然皇后娘娘 她已经原谅臣妾了 为什么皇上 不能给臣妾一个忏悔的机会 可iller 竟然皇后娘娘 娘 太阳妾了 既然皇后娘娘 她已经原谅臣妾了 为什么皇上 不能给臣妾一个赎罪的机会 启离皇上 没有发现可疑的地方 你们先退一下 遵旨 走 谢 皇上 你现在能相信臣妾了吧 这一次可能是朕误会你 不过 要朕相信你的话 不是用嘴巴说说而已 你最好是改头换命 朱云章 我要你后悔你今天对我的态度 你越是这样对我 我就让马秀英受到更多的痛苦 快点啦 急什么嘛 你急着上厕所呀 我们要是不快一点 等一下让人抢先去了 我们就吃亏了 抢什么吃亏什么 我怎么都听不懂啊 哎呦 傻孩子 听说啊 马大脚失踪了 这个镇公娘娘的位子 现在没人坐 我们趁这个时候啊 好好地巴结皇上一下 要对他好一点 皇上又是一高兴 他就会让娘当上镇公娘娘 你就是太子 到时候啊 你就继承了 大明的皇帝 对不对 娘 原来你是为了这个啊 不用再浪费时间了啦 你想想看啊 你想得到这一招 别人就想不到吗 所以说娘 不要浪费时间 搞这些有的没的 回家睡觉比较实在 哎呀 你少啰嗦 走 跟娘走就对了 走了 好了好了好了 走 快点 快点嘛你这是 我在走了呀 哎 朔妃娘娘 二弟 李娘娘 大大皇子 是什么风 把你们给吹来了 朔妃娘娘 是什么风 把你跟二皇子吹来 当然就是什么风 把我跟我的燕儿吹来的 皇兄 不错嘛 这么有心哪 我知道 最近皇后娘娘失踪 父皇的心情 一定是闷闷不乐 所以你是专程来 安慰父皇的 对吧 对对对对 哎 皇上现在不在 谁先来都得不到好处 哎 大弟 你也来了 皇兄 你们怎么都来了 父皇呢 不知道啊 我们一群人都在等父皇啊 等父皇 为什么这么着急 在这个时候要见父皇 大皇子 听说皇后失踪了 这是真的吗 这件事跟你们没关系 为什么这么着急打听消息呢 大哥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怎么会跟我们没关系呢 皇后娘娘母仪天下掌管昭戎 皇宫之内 怎么能有一天没有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现在失踪了 当然跟所有皇子 嫔妃有很大的关系 不是吗 二皇子 你这话还说得真好听啊 不过以我来看 担心是假 想要趁机讨好皇上 才是真的吧 讨好皇上 讨好皇上又怎么样 现在皇后娘娘失踪了 皇后这个位子空着 意思就是说 这三宫六院的人 都有机会来征求皇后这个位子 趁这个机会来巴结皇上 那有什么不对呢 想要讨好皇上 也要看人哪 有的人哪 怎么样巴结皇上 皇上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你在说什么 如果有一天我当了皇后 你说完了没有 今天我母后只是暂时行踪不明 你们在争什么宠 不要太过分了 大皇子 听起来你的意思就是说 只有你母后够自个当皇后 我们这些人都轮不到就对了 就算父皇想再立个皇后 他也不会立一个一天到晚跟朝臣 牵扯不清的妃子当正宫娘娘 你 你胡说什么呀 娘 交给孩子来处理 嗯 大哥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 好像是在暗示我娘对父皇不争呢 暗示又怎么样 明示又如何 朱飞娘娘到底有没有问题 我怎么会知道 你不会自己去问你娘吗 你这个劳病鬼 说话这么难听啊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娘的闲话 你说谁是劳病鬼 朱元皇兄啊 你有劳病吗 没有啊 没有嘛 那就是在说你了 大哥不要这样身体这么虚 常妃都照顾不好了 还想娶林月瑶当测试 可怜哪 常妃嫁给一个这么不重用的男人 朱爽 如果你有种 我们就来打一场 看谁不重用 别生气 要笔就来笔呀 一只手让你 二弟 大爹 有话好好说不要动手吧 王兄 这跟你没有关系 这是我跟朱爽的事 打呀打呀跟他打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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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样 好了好了好了 不要这样了 好了啦 陈总闭嘴 儿臣叩见父皇 叩见皇上 你们在干什么 在我的房里面 叉叨闹闹闹 臣总出事 儿臣告退 皇上 皇上你回来了 皇上你知道吗 都是李娘娘她 李娘娘啊 什么都是我 在皇上的面前 你把话讲清楚 不要在那里害羡残忍 不要在那里害羡残忍 战兄持人听见没有 是 父皇 大脚婆 你到底在哪里 朕找不到你 实在很担心的 你知道吗 大脚婆 你赶快回来 来 二弟 我知道刚才 你是为你娘说话 不过看在 我们是亲兄弟的份上 只要你开口 跟我赔罪道歉 我可以不计较你刚才的无礼 你这个卫君子 我已经忍耐你很久了 刚才明明是你先开口 侮辱我娘 你就少做白日梦了 我不可能开口跟你道歉呢 很好 这么看起来 今天不比个高下 是不能解决了 我也觉得不错啊 我们就用男子汉的方式 来解决 不过你这个劳病鬼 你能撑多久啊 我倒想看看你这口棺材 还能够躺多久 你得压压心思念 千里半年 你得压压心思念 你必须不然 你是我心定定违离伯 你能作两家人 你不干吗 他借过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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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久 他借过多久 你远业 他借过多久 他借过多久 你不要再打了 你不要再打了啦 你不要再打了 好了好了好了 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打了啦 皇兄 我就知道 你们偷偷跑来这里打架 你们都忘了 父皇之前的交代了吗 皇兄 我也不想动手啊 是二弟不懂分寸 不肯跟我道歉 还比我跟他动武 你怎么了 恶人先告状 随便你怎么说 我不可能跟你道歉 诸不爽 你 好了好了好了 大家都是亲兄弟嘛 有话好好说 不要动手动脚的 要说你去说吧 我懒得跟你说 诸不爽 你不要太过分了 好好好 今天不说 改天皇兄有空 找你泡茶 再来说好不好 皇兄 好了好了 不要了不要 走走回去回去回去 二弟啊 改天再来找你泡茶啊 走了走了走了 皇兄 走了 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他 走 二弟啊 改天 我一定找你来聊天啊 雅父说过 御医苏世昌 长期在朱镖的药里头下毒 可是他为什么 完全没有中毒的现象 难道他的病已经好了 这件事我应该要去相国府 向雅父报告一下 气死我了 快被这个朱镯给启死了 后见大皇子 大大皇子 气死你 好好起来 起来 起来 大弟啊 不要再生气了 这个兄弟之间呢 就好像嘴唇跟牙齿一样啊 偶尔会咬到这也是难免的嘛 所以兄弟之间吵架是一定会的 你这生气对身体又不好 万一真的气出病来 不是划不来吗 真是气死我了 大弟 你怎么了 大皇子的气喘发作了 大皇子 快坐下来 快去倒水啊 快快 快 是 大皇子 你的六脉脉想大乱 脑血上冲 那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刚刚大皇子 是不是为了什么事情 大动脾气啊 你怎么知道啊 大弟啊 可能是因为 刚刚太过生气了 气喘才会发作 大皇子 你的身体比较虚弱 情绪要是太过激动 会让你的气喘症状 越来越严重啊 所以请大皇子尽量避免 我知道了 以后我会注意尽量避免 大皇子 这是我平常开给你吃的药 你一定要照三餐按时服用 要不然气喘又会发作 大帝的气喘这么严重 这个药又这么小一瓶 这有效吗 绝对有效 下官不敢随便乱说 这样啊 苏御仪 谢谢你 多亏有你长期 照顾本皇子的身体 要不然 我还真不知道 要如何应付 我这一生的病 对啊 我大帝的病啊 以后还要麻烦你了 不敢 下官只是奉旨行事 借我的本分而已 请大皇子跟大大皇子不要客气 假如没别的事情 那么下官要赶回去了 好 那你就忙你的好了 下官告辞 来来来 赶快吃药了啊 大帝 来 吃药了 把药箱拿来 快吃药啊 也不吃气泉怎么会好呢 王兄 你看我现在像是有病吗 奇怪了 你没有吃药气泉怎么就好了 怎么这么多药啊 大帝 那搞什么鬼啊 王兄 这件事请你暂时先不要管 也别问 等时机到了 我自然会把来龙去脉都告诉你 好了 好了 我不问 不过你自己要保重身体哦 如果不是在泰州的时候 有月瑶的提醒 我还真不会发现 这些药物问题 苏世成 我就静观其变 看你到底是受谁的指使 要来陷害本王子 我敢奔回你来守候过 仰甘老随大理想过 渴渴的胆态 催不增增爱 月瑶女啊你甘在 旁断天爱是为省人 一只叶喊成书念 千叶万年五鞭过 你是我生命中为的光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